宋一鳴創立的義起發光教會 近期備受爭議 而弟弟宋達明的義之心教會 在8月的時候有舉辦聚會 而雖然他本人沒有出面 但小組長唐玲有卸身來接受訪問 被問到是否他也有被逼十一奉獻 他則坦言因為最近經濟壓力比較大 所以也沒有辦法奉獻 不過我會悔改 我會悔改 我會悔改 我會盡可能趕快處理好我的財務狀況 一人唐玲對著鏡頭懺悔 就因為經濟拮据 沒能對義之心教會做出奉獻 這是宋達明成立的教會 在8日舉辦五週年聚會 而他的雙胞胎哥哥 宋一鳴的義起發光教會 近期爭議淋漓 外界都好奇宋達明是怎麼想的 他有說就是要有愛 剛剛他在案例的時候 就是希望所有的小組長都可以 有像為人父為人母的心 去愛他們的小組員 這是他對我們的教導 就是弟兄姐妹們要有愛 小天天成字曝在記者會上回答記者的問題 卻在會後遭到宋一鳴飆罵半個多小時 而唐玲擔任一執行教會的小組長 你現在受訪 等一下宋達明知道後會不會不開心啊 我不知道耶 因為我是代表我自己喔 我是代表我自己 我沒有代表教會 一起發光前教友王瑞玲爆料 宋一鳴要求教友固定奉獻引發爭議 記者追問唐玲宋一鳴有沒有逼他奉獻 我就沒有啊 我還是來了也沒怎樣啊 對啊但是但是我會悔改 我會盡可能趕快處理好我的財務狀況 唐玲表示自己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還引用宋一鳴罵小甜甜的話 說自己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狀況 我的私生活有很大的狀況 所以我的那個金錢上面呢 現在其實要做私醫奉獻是有困難的 那因為我也有龐大的房貸 還有醫藥費 以及我自己的生活的壓力 所以我知道基督徒要私醫奉獻 但是我目前也真的是 就是很很很糟糕的是 我沒有把自己的財務規劃好 所以我現在其實是能力有限的 唐玲坦誠自己在一支新教會 零奉獻 對此唐玲表示會好好悔改 趕快處理好自己的財務狀況 做一個十一奉獻的基督徒 藝人白家綺被捲入小甜甜家暴事件之後 他的黑歷史也曝光了 包括有網友出來爆料說 他曾經有霸凌過別人 現在還有網友翻出來 他之前上節目的片段 就是他2006年上天才向前衝的節目時候 他在節目中是單穿內衣還有釘子褲 但是有網友就發現他的上圍 他看起來其實就只有B罩杯而已 跟現代的這個豐滿上圍 好像有很大的落差 白家綺當年上節目才21歲 被問到三圍時他回答32B 24 33 格外引起討論的是白家綺無論是上圍或是五官 都被質疑和現在差很大 但他其實早在2012年就出面澄清 說自己從來沒有進場維修過 白家綺解釋他是因為戴牙套 臉型才會出現變化 再加上化妝技巧進步 才讓容貌有所落差 另外他也否認有豐修 表示是當時那套內衣很重 不只壓修也無法集中 所以看起來很平坦 而且他出道之後才發現穿錯內衣尺碼 所以當時才會自稱是B罩杯 其實他一直以來都是C罩杯 而這個一起發光教會的 理事長宋一鳴還有他的妻子 陳薇林在四日召開澄清記者會的時候 大家關注的點不是他道歉什麼 而是在他旁邊的陳薇林 他的表情 因為他的表情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說話 對之後好像還被網友做成了表情包 沒錯 但是他的表情有三段式的變化 就連這個網紅律師巴毛都酸說 他的道歉被他演成是生理痛 那現在就有網友翻出來說 陳薇林早年他的一段演戲的作品 他在劇中是飾演皮卡丘 那一生氣就會發出10萬伏特的電流來攻擊人 不少網友看了都笑說 原來他真的是演員 是我誤會世界了 有網友在報廢公社二館發文 原PO挖出過去 陳薇林在台灣靈異事件 警示劇場中演出的片段 當時陳薇林在劇中飾演皮卡丘 使用超能力電擊紐承澤 讓紐承澤驚慌直呼 這是什麼皮卡丘 而這篇文章一PO出 立刻引發網友熱烈的討論 說原來師姐真的有演過戲啊 接下來轉換焦點 帶您看到的是直播天后丟丟妹 他被爆出和老公王新正婚變出走之後 他在臉書另起爐灶 開了一個新的粉絲團 叫做勞定酒勞咖 那他昨天的粉絲團也PO出一段新的影片 不過他不是在賣東西喔 他是在推銷他自己的私房料理 那這個影片一PO出來不到12個小時 就吸引超過5000人按讚 丟丟妹8日在臉書貼出一則新影片 不搞直播不賣東西 單純介紹自己的私房菜 滷控肉 他在影片中喊出招牌的口頭禪 勞定酒勞咖 阿不酒阿爸 接著從挑肉挑食材 到私房秘密武器 都大方分享 影片不到12個小時 就吸引超過5萬人次觀看 目前粉絲專業的尊崇人數 也已經突破13萬人 不少網友看了紛紛留言 丟妹終於回來了 另外有人問到 以後還會不會繼續直播 他也直爽的回覆 未來會重啟直播 只是確切的時間 還沒有辦法公開 好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到 另外一對夫妻 就是汪小飛還有大S 那他們兩個人之間的瘋瘋瘋瘋 本來以為在2022年的時候 就已經結束了 結果沒有想到 汪小飛說他日前收到了 大S發來的律師函 因此他在1月7號 深夜的時候就開了直播 直接飆罵 情緒非常的激動 表示自己居然被威脅了 那8日一早 他一再度發文 向大S提出了一大訴求 沒有想到此篇PO文 卻引入了網友們瘋狂的算報 今天雨兒跟我哭了你知道嗎 我他媽才來氣的 讓你一個晚上找律師 給我這麼一回复 我告訴你 你還真別他媽噁心我 給你們家留面子 留到可以了 留不了了已經 給你們家留面子 留到頭了 我告訴你 18年那些東西 非要我甩出來是吧 他媽噁心 那你要不從你協商 自己拿去 沒問題 你今晚別招我 你把人招惹我了 SORRY 你把我招了 今晚你把我招惹我了 你的律師 賴玉芳 律師把我招惹我了 招了底線了 除非你把我散掉 知道嗎 現在很難 你換心理事跟我談 有在談 我跟他談不了 那不回 王曉飛在深夜開直播的時候 聲音相當的刷牙 並且他戴了帽子入境 那他透露為什麼要戴帽子 是因為他之前自己不小心摔倒了 撞到頭破血流 是女友張穎救了自己一命 並且非常感謝他 我把我招惹了 吃了一些安眠藥 睡不著覺 那我特別難受 然後我就 我就斷片了 就是夢中了 然後影影呢 就找到我了 然後就救了我一命 昏著我的那個紅豆燒 我流了好多好多血 我司機呢 他沒關電話就找我了 那天我流了大概一公升的血吧 一公升 你想 連羊的時候 還都為一公升的血 讓這個人救了你一命 你這麼說 對不對 感謝 誰對我好 誰對我不好 我都會思考一下 你知道嗎 現在為你查播一則最新消息 丟多妹爆出婚變 那麼今天呢 又再到新北地院呢 開調解庭 她穿著一身露肚的淨裝 對於離婚進度 她透露 還沒有什麼結論 她們很辛苦嗎 謝謝大家 你們辛苦了 中午不好意思 謝謝你們 沒事沒事 謝謝你們 謝謝